第九章 邪灵或佛菩萨 许多来自远近各地的人士 都前来参加 杜古扎巴尖赞的 土皮大典 向他致上最后的敬意 点火 我正在尝试 但燃不起来啊 发生了什么事 这火堆无法点燃 另一边乡 在达赖喇嘛居住的 仁康卫马 为什么烧不起来 因为他是被谋杀的 什么意思 被谋杀 我以为他是病死的 不 他是被我们这边的人杀死的 什么 天啊 他们究竟干了什么 出去吧 让我独自静一静 原谅我 扎巴尖赞 我不晓得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不起 达赖喇嘛随即撰写了一篇奇愿文 以表达内心的歉意 奇愿文除了赞颂杜古扎巴尖赞的高尚德行 还表达了他对弟子们的所作所为 深感敲略 还杀不起来吗 不 我不明白 等等 看是谁来了 那是达赖喇嘛的四从 他来这干什么呢 看来事态有些严重 这是达赖喇嘛的信 这是达赖喇嘛为杜古扎巴尖赞撰写的奇愿文 念诵完毕之后 柴堆就立刻自己燃烧了起来 你看到了吗 怎么会这样 柴堆自己起火燃烧了 你这算是什么高僧 你怎能让他们就这么杀死你 你却什么都不做 杜古扎巴尖赞的四从 深深为发生在上师身上的事 感到愤愤不平 西藏一连串的灾难 就从这时开始 突然间 火堆中冒起了一团黑色的浓烟 形成一只巨手 笼罩着整个拉萨寺的上空 达赖喇嘛见状 有感那是个不好的征兆 我们冤枉了杜古扎巴尖赞 看来他死后 已经化身为一个愤怒的邪灵 自此拉萨就失去了原有的瓶颈 到处都是地震和骚乱 干旱和饥荒也不时发生 种种迹象都显示了 这是那些杀害杜古扎巴尖赞的人 累积的贡业所引发的后果 因为他们杀死的是一个伟大的圣贤 整个西藏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达赖喇嘛想要安静的喝杯茶 都变成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无法可施的情况下 达赖喇嘛只好向一位法力高强的法师求助 敏树林喇嘛 我需要你的帮助 有个邪灵在西藏横行寺院 请用火供仪式来消灭它 敏树林喇嘛的火供仪式具有传奇性的威力 据称它能驱除最凶恶的邪灵 敏树林喇嘛运用神圣的观想 设造邪灵在勺子上 然后再倒入火里 燃烧并驱除邪灵 然而这一次 当它对着这个邪灵重施顾忌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竟然发生了 每一次当它将这个邪灵倒入火里的时候 文殊菩萨的愤怒化身 大威德金刚 就会从火焰中升起 然后安坐在勺子上 有一次 当敏树林喇嘛再度专注地对着勺子施法的时候 西甲护法化身为一个美丽妖野的女人 在敏树林喇嘛眼前跳起舞来 扰乱了她的注意力 这时多杰雄灯脱离勺子 与西甲护法双双消失 你为什么无法消灭这个邪灵呢 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我第一次无法相敷一个邪灵 也许它并不是邪灵 喇嘛们进行了无数次的仪式 却依然无法将多杰雄灯的邪灵消灭 之后达赖喇嘛就开始意识到 他并不是一个邪灵 我太糊涂了 我冤枉了杜古扎巴奸赞 他已经化现为护法神 我将会公告这个事实 于是达赖喇嘛写了一封正式的公告 及祈愿文 认证多杰雄灯为杜古扎巴奸赞 直接化身的护法 同时也承认它是这个时代 不容争议的护法神 至尊第五世达赖喇嘛所撰写之 多杰雄灯 李赞文 哄天成原始借中本未动 桀骜俱力迅猛赛闪电 明断善恶成竹在胸中 诚信恭迎请降临此地 显现出家妙相七步茂 右手持棍左手捧人心 乘坐父亲大鹏等竹相 赞颂赦福师陀魔魔种 事物贡品内外及秘密 现前妙贡种种真实贡 叙实曾因烧血私利错 勿施暴裂无果今颤悔 从今身与义恭敬赞叹 与我师徒眷属施主重 此于吉祥消除诸过患 教证事业增胜如满月 此父迅速满足所有愿 如所需求无劳赐圣功 有求必应恰似如一宝 祈愿能得三宝横射寿 从那时起 笼罩着拉萨式上空 如黑掌般的烟雾 迅气消散 家畜死亡 冰雹下降 地震等一切乱象逐渐停止 重现欣欣向荣之相 哇 这就是多杰雄灯 如何扯尾会发生的由来 他经历了不少事情呢 是的 小杰 他经历那么多事 就只是为了造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